在八九十年代的香港 电影业发展十分的迅速 当时更是有一批十分惊艳的女演员 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 在那个没有美颜 没有滤镜的年代 她们美得惊人 各自有着各自独特的亮点 清纯可爱 性感迷人 高冷不傲 还有幽默搞笑 每一位都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大家好 我是德安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 八九十年代香港电影中的传体影星 欢迎在评论区发表各自的意见看法 第一位 读音 1971年出生的朱音 参演了周星驰的《桃雪未龙2》 正式出道 并且因为这部戏和周星驰两人坠入爱河 刚刚出道的朱音 美得不可方物 在这之后出演了 《射撩英雄传》《黄荣一绝》 而被大众所熟知 顺利地进入了观众的视野当中 后来朱音凭借自己出色的演技 还有较好的面容 出演了很多角色 在影视剧《萧十一郎》中 饰演了有天下第一美人之称的沈碧君 朱音在戏中十分真实地展示出了沈碧君的温文尔雅 但是现在大多数人提到朱音想到的第一个人物 就是紫霞仙子 网络上更是出现了朱音之后再无紫霞的评论 他完美地演绎了紫霞仙子的《刚爱感恨》 每一次的哭戏 他都演得十分有灵气 将紫霞仙子对至尊宝的爱表现得淋漓尽致 尤其是朱音眨眼的那一瞬间 这勾魂夺魄的眼神又偷走了多少人的心 而朱音也变成了紫霞仙子的代名词 我现在郑重宣布 这个山头所有东西都属于我的 包括你在内 我 是啊 就像我的驴子一样给你盖个章 你现在是我的人了 如果有人欺负你呢 就报我的名字 从今天起 我叫盘斯大仙 第二位 张博之 1980年出生于香港 年仅18岁的张博之 出演了《喜剧之王》 从而进入了大众事业 张博之出道的时候 被称为小林青霞 明明可以靠脸吃饭的他 却一定想要用演技来证明自己 在电影《喜剧之王》中 将柳飘飘这个风尘女子 演绎的微妙微笑 尤其是出租车上的那场哭戏 情绪爆发极快的张博之 对于演戏来说 是有一定的天赋的 在拍摄杂志时候的他 可以控制单眼落泪 甚至眼泪悬挂在脸上 而张博之更是在后来 以歌手的身份出道 在1999年 发布了首张个人EP 《任何天气》 疫情发布 销量就达到了白金级别 在这之后 他又饰演了无数的人物角色 每一个角色都有各自的特点 张博之依靠自己对角色的理解 还有出色的演技和完美的造型 所有的这些特点凑在一起 才造就了我们眼中的张博之 第三位 蔡绍芬 1973年出生于香港 17岁的蔡绍芬获得了港姐选拔的第三名 之后签约了TVB成功出道 1992年出演了《极度空灵》一剧 正式开始了自己的演员生涯 然而仅仅出道一年的蔡绍芬 就迎来了自己的事业高峰 在隔年 参与演出了古刀剧《魔刀侠情》 出演女一号的蔡绍芬一炮走红 成功进入了大众事业 港姐出身的蔡绍芬 在演戏方面完全部署 其他科班出身的演员 从《大话西游》中蛮横霸道的铁山公主 带到《洛神》里绝代风华的真蜜 所有的角色都能被她演绎的十分生动 不仅是在香港影视圈风声水起 到了内地影视圈发展的她 依然十分受欢迎 在《甄嬛传》中出演了阴险狠毒 带有可怜的皇后 蔡绍芬的戏路十分宽广 可以说是为数不多的实力和颜值兼具的演员 百变的形象 不变的蔡绍芬 第四位 王祖贤 1967年出生于中国台湾 拥有着一张清诚可爱的脸的她 却还自带高冷气质 1984年主演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 今年的湖畔会很冷而正式出道 出道没多久 就和张公荣合作出演《倩女游魂》 出演了拥有爵士美貌 并且心地善良的聂小剑一角 而被观众所熟知 她也借此获得了金像奖最佳女主角提名 自带高冷气质的王祖贤 将《雪千寻》饰演的火灵火线 在《青蛇》又演出了一个蛇精该有的妖性 一个妹子被她演得十分透彻 贯穿了整个人物 香港影界中要说古装 没有几个人可以美得过王祖贤 可能大多数人在影视中看到王祖贤的时候 过多关注的是她的外在 不得不承认她确实美得十分有个性 但是她的演技也是可圈可点的 王祖贤大部分的表演专业知识来自科班的 而且她拍摄的大多是商业片 没有地方可以让她有过多的发挥空间 但是不否认的是 她的确是一位演技和美貌兼具的演员 第五位 邱淑珍 1968年出生于中国香港 19岁参加香港小姐的选拔 却因被指整容而退选 但是却被TVB相中 成功和其签约 隔年被王晶发现 并且顺利地进入影坛 1988年出演王晶的电影《最佳损友》 因为饰演了曲痘痘一角的她 有了痘痘这个外号 也凭借这部电影开始了自己的电影之路 邱淑珍从初期清纯俏皮的少女形象 例如在《鹿顶记》中的《剑宁公主》 到后期转型为《美艳性感》到《玉女》形象 对男人充满诱惑却又不色情 后来参与拍摄的赤裸羔羊 就是这样的 邱淑珍的人设转变十分的成功 在和林静霞张曼玉合作的《追男仔》中 邱淑珍也完全不输他们两人 依旧有着自己的吸引力 《赌神2》中 《一袭红裙出场》更是惊艳到了所有人 直到现在 她还是很多人心中 那个既性感又清纯的女神 第六位 张曼玉 1964年出生于中国香港 同样是19岁参加港姐选拔 并且获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 港姐出生的她 在隔年就出演了首部电视剧《画出彩虹》 正式开始了自己的演艺生涯 初入演艺圈的张曼玉演技并不是很好 但是她十分有天赋 先天的领悟力 加上自己后天的客户努力 没多久 张曼玉就有了一套自己的演艺风格 演技也有了十分巨大的提升 张曼玉在11年期间 获得了5个最佳女主角奖项 而她饰演的人物也是多变的 无论是新龙门客栈里 一正一邪的《金香玉》 还是《家有喜事》中恋爱脑的《何李玉》 张曼玉出色的演技 将所有人物感情表现得十分到位 在演技方面 张曼玉可以说是吊打了绝大多数演员 《甜蜜蜜》中 她饰演的李翘是去爱人 她没有一句台词就表现出了所有的痛苦与悲伤 即使是在没有看之前剧情的情况下 我们也能体会到那种悲伤和痛苦 你知不知道 现在对我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 应该是你的儿子 我以前也是这么想 但现在看着她一天一天这么大 我知道她早晚会离开我 第七位 刘嘉玲 1965年出生于江苏苏州 年仅15岁的她和父母搬到了香港生活 之后从香港的无线电视议员训练班毕业 1984年出演了《路顶记》 并且这是她和梁朝伟的第一次合作 专业学习影视表演的刘嘉玲 在演艺方面有着不低的造诣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刘嘉玲是影后 但是好像没有什么角色十分深入人心 这是因为她饰演的每个角色都入目三分 我们完全感觉不到是某个人在饰演这个角色 而刘嘉玲就是这个角色 演员的最高境界应该也就是这个样子吧 《射的运行传》之《东城西旧》中的周伯通 还有和周星驰合作的大内密探00发 他在戏中饰演了00发的妻子 再到《让子弹飞》中的县长夫人 无论是什么角色 刘嘉玲都可以完美地演绎 老公 你肚子饿不饿 我煮碗面给你吃 你在哪儿 闭嘴 第八位 关之灵 1962年出生于中国香港 1981年主演了电视剧《甜甜念思味》 从而正式进入演艺圈 隔年就主演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猎头》 在影片中 与周润发合作的关之灵出现在了大众面前 从此便一发不可受视 典雅漂亮的关之灵 十分符合东方人的审美 在刚出道时可爱和羞涩 再到后来的温温尔雅搭配着她脱俗外表 多变的演绎风格 也使得她可以完美演绎各种角色 大家印象最深刻的 应该是在《黄飞红》系列中出演的《十三宜》一角 关之灵把西方留学回来的《十三宜》演的《火令火线》 那种西方开放的思想 和中国当时封建思想有着鲜明的对比 而关之灵的演绎 也将这种对比放大了很多 都不敢说了 如果蒸汽机不动有什么用啊 蒸汽机不动又怎么能叫蒸汽机呢 你们说是不是啊 是啊 我们讨论的不是蒸汽机 快 快就拿烫伤药来 你们看黄师父的脸 一定是让蒸汽机给烫伤了 快快快 没事没事没事 我没事 她不是被这个蒸汽机烫伤 是啊 第九位 周慧敏 1967年出生于中国香港 傲人的身材 漂亮的脸蛋 清新脱俗的气质 这些优点全都给予她一身 在当时是很多人梦中情人 周慧敏一开始是以歌手的身份出道 22岁就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 最有前途新人奖 在音乐事业上有了一定的成就之后 周慧敏选择了进军演艺圈 1990年出演了她的第一部古装武侠剧 乌金血剑 饰演了唐健儿一角 正式开始了自己的演艺事业 在周慧敏的演艺生涯中 她曾经饰演了很多角色 但是给大多数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软眉 在电视剧《大时代》中 周慧敏饰演了小犹太软眉 她将软眉的为人牵力 演艺的淋漓尽致 也是凭借着她较好的面容 以及出色的演技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娱乐圈中 拥有如此面容 唱歌水平 还有演技的女艺人实在是不多 第十位 林青霞 1954年出生于中国台湾 她的电影处女作《窗外》于1973年上映 电影上映之后有了巨大的反响 林青霞也因此一夜爆红 至此之后 林青霞的演艺事业一路高升 作为中国电影圈内 最具有传奇色彩的女演员 林青霞惊艳了我们整整20年 从70年代到90年代 林青霞饰演的角色十分作变 无论是青春少女还是印度女侠 每个角色都被她演绎得十分真实 她可以很准确地把握住每个角色的特点 再以出色的演技将个人的理解展现给观众 早期她拍摄群娃剧的时候 还是清纯的形象 再到后来出演《东方不败》 林青霞扮演的《东方不败》 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在钢轴之间转换流畅自然 钢车撒爽和娇柔妩媚共存于艺人 林青霞可以将各种风格完美演绎 无论是青春可爱还是绝美冷艳 她都可以拿捏得恰到好处 第11位 李嘉欣 1970年出生于中国澳门 18岁获得了香港小姐 以及国际华裔小姐选拔的双料冠军 第2年就出演了第一部电视剧《花月佳琪》 正式进入演艺圈 1990年和张公荣 王祖贤合作出演《倩牛恒》2 人间道 这是李嘉欣电影的处女作 她在该片中饰演了 傅清风的妹妹傅月池 后来也陆陆续续出演了很多角色 比如我们熟知的《笑江湖之东方不败》中的 《月灵山》 还有《海上花》的黄翠峰 李嘉欣有着十分完美的面容 更有着《香港所有女人噩梦》的称号 在《罪权3》中出演了《沈玉》一角 戏中一生皇后的装扮 一出场就惊艳到了所有人 这也让从小就想做皇后的李嘉欣 圆了小时候的梦想 第十二位张敏 1968年出生于上海 19岁那年被相台发掘 并签约了永胜电影公司 签约之后 张敏就有了很多的资源 而且都是和一些知名度 人气很高的演员合作 例如1987年张曼玉合作的《精装追女仔》 还有在和周星驰合作的《赌胜》中 饰演了《以梦一角》 光彩夺目的张敏十分擅长 演那些身处江湖的女子 因为她的长相相比偏成熟一些 所以演的大多是一些较为成熟的角色 在她所有出演的角色中 要说哪一个给人印象最深刻 那一定是《倚天屠龙记之魔教教主》中 回眸一笑的赵敏郡主 仅仅只是一个回头 一个眼神 一场戏 有多少人 就是因为这个镜头迷上了这个古装女神 第三位 吴君如 1965年出生于中国香港 16岁就进入TVB无线电视议员训练班 1988年开始参与演出《霸王花》 正式步入了电影圈 虽然和很多女演员相比 她的相貌平平 但是吴君如却有着女版周星驰的称号 她在喜剧方面有着很大的天赋 也许正是因为她的性格十分豪爽 才造就了她喜剧的天赋 在吴君如初到初期 她饰演过一些淑女形象 后来开始转型成为笑星 可能是因为同时期美女如云 在转型之后 吴君如的演艺事业也在逐步上升 吴君如给大部分观众留下的都是搞笑形象 她的演技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在艾君如梦中的表现相当的真切自然 完全看不出表演的痕迹 好像她就是角色本人一样 第十四位 袁永怡 1971年出生于中国香港 19岁的袁永怡获得了香港小姐冠军 以及最上镜小姐奖项 凭借着这两个头衔进入了娱乐圈 袁永怡是一个外貌和演技艰巨的女演员 她出演的角色性格十分多变 无论是精神可爱还是端庄典雅 从开心喜剧到痛苦悲剧 她都能很好地演绎出角色的人物形象 以及内心活动 她确实就是为舞台而生的 第十五位 李若同 原名李慧贤 1966年出生于中国香港 李若同在最初是以广告模特出身 在24岁出演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 《浪漫杀手自由人》 正式进入了演艺圈 她将内心的感情从眼神中表达出来 李若同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 应该就是《小龙女》了 在古天乐版的《神雕侠侣》中 饰演了《小龙女》 李若同的《小龙女》 也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的白月光 她很独立 而且十分有主见 在拍摄的时候 她会将自己对人物设定的理解 通过自己的演技表现出来 对角色的理解和分析能力十分厉害 李若同无论是在演技还是美貌 在圈内都是有着绝对地位的女演员 她们在观众心中是无法磨灭的今天 任何形容词放在她们身上 都不足以形容她们的美 她们所有人都可以称得上是盛世美颜 在你心里谁才是那个难以忘怀的经典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各位的观看 我是德安 期待我们的下次相遇